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为布局开篇 足气静一 许老师平时下冰气静一下得多 还是下中炮下得多 它的风格应该还是冰气静一比较多 冰气静一在我们情人朋友们眼里是一个特别灵活 特别不太好掌握的气局 它的特点就是我既能凶又能稳 如果倘若凶的变化接下来再摆上中炮 也可以走飞向跳马的四项旗 对 他可以还原成进攻 也可以还原成防守 所以他走出来作为后手防 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所以为什么叫先人指路起了这么好听的名字 接下来红旗 黑旗足气静一 足气静一也是万春林特大喜欢的硬法 对足是吧 红旗炮八平五 这是联赛的第18轮的对局 当时广东队跟上海队的积分应该说也咬得非常紧 对 好像那个后面除了黑龙江队比较领先明显之外 后面几个队互相咬得都比较紧 所以许文春也是放出杀手锏 对 是 如果此时走炮二平三这一 就是说较长采用的走法 万特大有可能会走炮八平五 这个炮二平三好像万春林应该很熟悉 他自己就老走 对 他自己也老走 我看旗幅万春林比较熟悉 这样红旗 所以红旗就避开黑方比较擅长的手段 对 所以所幸红中炮吧 八平五 黑旗 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跳 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鞠平二 鞠平二 鞠九平八 马八进七跳 马八进七 这样堂堂正正的形成了一个 中炮 这回是进七兵 但是我们如果正常的话 如果先守着炮二平五的话 就反过来就变成中炮进三兵的部队 对 因为是历史遗留问题 第七进一 我们其他朋友们可以慢慢适应一下 对 然后这是一个三兵的旗谱 是 接下来看红旗选的是五七炮还是五八炮 对 马二进一 马二进一 逐九进一 逐九进一 比较正常的招法应该是炮二平三 选择炮二平三是常见的下法 这是常见的下法 这也是在前几年 风行一时 是是是 炮二平三的话 接下来黑旺 马七进八肯定是必要的 让翔太大给我们拜拜之后的变化 横方居九进一 这时候在现在流行好几种下法 一种是逐九进一 还有是向七进五 向七进五 后期看是不是 后期看是不是这个向七进五 比祖九进一变化更多 向七进五应该说 在最近的对局当中 马一帮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战绩 通过大量的实战 取得比较满意的战绩 是吧 向七进五 我们白白 往下白两张 向七进五的话 我们去朋友白两张 有个居一平三 然后他居九进三是吗 居九进三 然后居八进六 居八进六 这个棋 黑棋就是那个居九进三 一个堂堂之阵 对 没有让你点到居四进 对 他居九进三既保住了这条兵行线 又为以后马踩边兵 就是多一个边阻留有机会 这也是黑方取得抗衡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 是吧 那他后来最早把祖九进一淘汰了 祖九进一就是因为黑棋 因为没有马八进九踩兵了 对啊 少得实惠了 是吧 祖九进一是 就是说兵换掉之后呢 虽然边居是刹开了 但是以后我也马没踩边兵的手段了 对 他没有这个实惠所战了 这样的红旗比如说居八进四 有居八进四 这样呢 这个阵型认为就是说 红方就是比较容易掌握先手 比较掌握 会好一点啊 将来可能马跳上去中兵 是吧 对 这是红旗比较能看到的实惠 是 所以最新 最流行的棋谱啊 带给大家是什么 对 现在居一进一 真是最 当下最时尚的三平的下方 是是当下最时尚的三下方 黑棋 当然祖九进一 肯定得刹开了 这样红旗走的是泡瓶三 我来问蒋大师 为什么黑棋不能吃兵 红旗走这一步 肯定也是不怕他吃兵 对 倘若吃兵的话 接下来 没有吃兵 有没有吃兵的比赛 也有 比赛当中也出现过吃兵的下方 来看看吃兵 对 这样他是会不会拘一平二 对 肯定要拘一平二 这是泡瓶三一个后续手段 是是是 虽然拘走了一个拐弯拘把 但是这个拘一平二 显得还是比较有力量 对对 拘一平二的话 倘若你马七进六 我在拘八进六 这边再来 嗯 接下来你要是动炮 动炮八平七 或者炮八平六的话 我会马一进二 出马了 哦 这样也就是说 黑棋把狗吃过来 没有看到特别厉害的手段 对对对 并且红方这个进攻手段 也非常快 红方的走位置都还可以 对 所以实战里面 是不是下狗九平三的不多呀 下狗九平三不多 因为什么 因为红方既然敢让你吃 对对对 黑方又有这心理啊 我能不能吃啊 是是 红方证明了 我对被你吃掉 我非常有信心 对我不怕你 甚至说希望你来吃我一下 咱们俩来较量一下 是 倘若此时呢 如果再走马七进八 那就还原成刚才说 足九经一的变化了 哦 还原成足九经一的变化 那也就是认为 那也就是这个棋 红方认为自己是满意的 红旗认为 他能接受这个 就是当 就是以前的足九经一 对足这个变化 对对对对 所以让你得选 是是 你选还原你就还 是 你不愿意还原 你再走 对对 我也不怕你 是是 既然你红方这么有信心呢 所以我黑方就不能还原了 所以下期是这样啊 对 斗智斗勇 对斗智斗勇 其实战 就是战略战术 那这个方面就属于战略这方面 对 其实战术大家都好 好练对吧 就是多看点旗谱 多掌握点方式方法 但是战略是一个比较高境界的 对对对 是怎么把对手猜透 猜透对方的心理 对 然后不要被对方牵着 是不是 蒋大师在你下期里面 做准备功课的时候 这方面也是一个主要的 一个部分 这个我们也是 准备对手的 起举的时候 主要的一种思考方式 那你对什么样的棋手 喜欢那个按部就班 走棋谱 对什么样的棋手 又喜欢 跟他便便的 通常呢 我们都是在 像求生的时候 会选择一些脱谱的 这个招法 哦 是这样 倘若这盘棋 对于获得结果 如果满意合起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棋谱的下法 哦 是这样 蒋大师 草草一说啊 还是没跟我透露 特别秘密的地方 来 我们接下来看 炮二锦二 炮二锦二 哎 哎 这又是 雄和炮啊 是 这样你就不能拘一票 拘一票我把七锦八打你了 我们拘八锦四 拘八锦四 这得看上了 再不看他真的要吃了 再不看你 他又要吃了 黑棋 然后黑棋像三锦五 不像 有意思的是 这半棋是黑方采取的是后手 但是这种硬法的话 就是 是由许云川 是由许云川 紫黑 先创造出来的 哦 显然是 许云川特级大师 对这个局面的理解 应该是非常深 对 我记得最早 这拘八锦四 是他走出来的 拘八锦四 就是说 炮二锦二 这种硬法 使他走出来的 使他走出来的 哦 对 这我觉得也像 那个许仙的风格 对 是是是 接下来 红旗居居屏四 红旗居居屏四 是 黑方 是四锦五 是四锦五 嗯 红旗 在以前 许特大采用 的时候 他走的时候 是炮八锦九 在这个局面 要走到炮八锦九 但后来经过 大量的实战呢 认为炮八锦九的话 架子还是不够厚 就是说 中路不够厚 所以说现在 万春林特大改进了 走四四锦五 主要是那个 炮八锦九 没有看到 对 我们来看看 炮八锦九 他们好像下过 居四锦五 这样往里进 对 倘若你马 七锦八的话 我有可能炮打中兵 就是你吃不吃都会有 别扭 是吧 对对对 是 所以呢 黑棋呢 先把事补起来 就避免了将来 避免了这首棋了 对 是四锦五 嗯 这样 接下来 红旗 炮三推一 这也是比较正好 就被打死局了 这是武器炮里面 常用的一个 常用的一个手段 这能威胁的死局啊 对 然后黑棋 炮八锦六 这也是比较正常的 嗯 橘四锦一 他走了 炮三锦一 确实这个橘四锦一也是一种手段 对 该我看应该比较正常的 对对 是是是 是吧 谁先故意走了炮三锦一 看看这个炮怎么移 对 炮八推四 临场炮八推四 炮八推四 他也是先躲开吧 对 找个地方躲 红旗再炮三锦一 再炮三锦一 哎 这个时候就是 大家的心里其实斗志动用 真的在这时候 显示的淋漓尽致了 是吧 我再考验一下 对 就是看你还原不还原 对对 还是有 还是有比较那个计谋的地方 更多一点啊 黑棋还原了吗 有意思的时候 黑棋这手再打了一下 嗯 不 黑棋这手没打了 没打 倘若再打的话 红旗可能真的要 红旗有可能会走居四锦一 对 但是我们因为没有发声 对 我们只能说猜测 而且我们也没塞后去 对对对 哪天碰见他的时候 是 问了徐老师 如果他再走 是不是他还要回 对 但是这个棋 很有意思的是 在前不久的 也是向甲联赛上 上海的特技大师谢静 曾经在这个局面下 直黑棋也跟下洪方较两国 当时洪方选择的就是居四锦一 然后黑方炮二平四 炮二平四 炮二平四 然后他对居 吃了 对 这样踩了 是 然后他冰三锦一 冰三锦一 然后他是炮四锦三 炮五推一 打掉 这样 炮五平八 这是前不久下出来的棋坡 这是前不久下出来的棋坡 最后这半棋是下河了 但是既然许云川指洪方 黑方敢这么走 黑方又有点心里嘀咕了 为什么他敢这么走呢 肯定他有新招 对 他怕他有准备 对对对 还是万春林有点 认为有一点心虚 对 有点心虚了 可能是有点心虚 是是 而且主要是对手也比较强大 对对对 哪个队碰上 是 广东队的许云川 我看也没有 都挺头疼 对 都挺头疼 也不会说 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不会说在他这寻找突破口 对 是是是 来我们接下来看 他考虑了好久 可能还是怕洪方有新招 对 然后走了炮二平五 炮二平五 但是我总感觉吧 这个炮二平五 可能是还是万特大临场想出来的 不像是准备很充分的样子 是是 他可能还是有想 我想赶快简化 赶快看看行不行 我就撤退了的味道 对是是 来看看 这个炮二平五引发的一个变化 吃了 吃了 在面对着黑方出来一种 比较新的思路之后 徐特大也处理得非常好 非常理性 他在这时候 他只要个 居士瓶吧 居士瓶吧 就是非常那个 就是先让你定型 我先试试你的运手 先看你的马 马二平四 马二平四 黑棋先跑吧 对对 这样呢 红棋呢 再接下来 红棋就走了一步 就是能够进攻的非常好的手段 既含蓄又好 对 我们卖个关子 接下来待一会儿收看 好 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说的 红方在这时候走了一步 非常具有进攻性的棋 也非常好的棋 就是兵三进一 对 我们再说 这是武器炮里面 一个真是典型的下法 典型的进攻手段 就是充分能发挥这个 现在是三路炮 但是实际上 调过来是七路炮的 一个最高的效率 是是 这个炮 瞄着你的黑方的马 怎么样采取有效的进攻手段 对 然后黑棋 只有居酒瓶棋吃 居酒瓶棋吃了 这样黑棋被吊住了 对 黑棋被吊住了 对 也是红棋设计 怎么能拦住它 吃冰的一个好处 对 接下来 红的 炮五进三 炮五进三 黑棋打掉 你只能打 你如果足五进一 我向七进五 先手飞去 你进二 我退马 对 足五进一肯定是不对了 那那个炮 退的就没有用了 对 他打掉 向七进五 我想当时 那个万特大 它是什么东西 它是吹炮 觉得自己 白走了一步 然后我赶快变吧 对吧 我必定是炮 从八路 涨到二路了 但是你没白走 但是事实上 这个炮八进二 白走的这步棋 效率不是很高 对于黑方 有多大的利益 不是说 亲密朋友们注意 不是说你白走了 就一定会好 对 尤其是到了中局 有可能还有副作用 对 在一些振兴棋当中 不见得多走一步 就是好事 对 得看你走的这步棋 是不是真正能达到效果 是 对 来 接着看 打完之后 飞向 打完之后 红旗接下来埋着马骑队伍 马骑队伍 不 接下来 马骑队伍 还有 倘若你跳马的话 我有可能就四六进五 先知识 让你鞠一朵 我鞠八进七 抓死马了 对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棋呢 整体来说看上去 你看黑红旗的子弟效率非常高 对 对 它都互相牵制着 也就是肺气的子呢 也有点不太好动了 肺气都含在红旗的嘴里 对 这个炮的效率呢 没发挥出它最高的效率来 是是是 在这个时候呢 黑方只能是弃子了 先把你的煎冰先吃掉 弃子了 对 因为它不弃子啊 将来你看还有 不弃子也是要弃子 这块还有问题啊 对啊 是啊 是吧 这个马也是弱点 这个马也是弱点 那我们当初看 那我们当初看 是不是这个马 跳到这会好一点呢 倘若跳到这 确实从实战的结果来看 它还不如跳这 对吧 但跳这的话 黑方一 红旗有可能以后 去长到这里吃兵 吃兵 反正也是好 好也是好 但是可能不会被 眼睁睁的捉 不会被丢子 对 是 这样呢 实战看 这个马 下得不太细致 是 但是这都是 它之前的那个变化 引来的麻烦 因为人家居四平八一走 这边就显得明显的空 对 然后黑旗走的是 居七平三 吃兵 马七退五 马七退五 好奇 这样丢子了是吧 对 这样既威胁着你的黑鞠 又是打着马 现在要丢子了 主要是 主要是他不吃兵 真的也没看到什么东西 对 确实 马上也要丢子 就是刚开始像你所说的 这个炮 多走了一步 它对这个优势 估计过大 对 它对这个炮能连上 将来换中炮 打过来 这个中炮的价值 盲目地扩大了 对 其实问题还没有解决 对 然后 它现在只能 还是感觉 利用自己的中炮的优势 对 它想呢 我索性丢我走 我把你的兵都扫光了 看看能不能 有机会 能抗衡一下 是 那红黄就不给你这样的机会了 兵五金一 兵五金一了 这样黑旗不太好弄了 必须丢子 没有办法 他临场走了 马七金六 这样呢 还能隔回一个中兵来 对 但是也不太好了 是吧 但是也不太好 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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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红旗走的是 马五金三跳出来了吧 红旗马五金三 这很正常 黑旗这会儿能不能拱族 拱族 可能马一金二 清天下子力 在这时候呢 我们看 红黄是多了一个炮 倘若这个旗的话 黑方如果非常有效的 把两个马运到前面去 还有族的弥补 来弥补丢子的损失 那还是可以抗衡的 我们就是 要是有亲民朋友 看过上一期的节目 那个也是个弃子 对 张强 赵国荣 赵国荣 也是个弃子 但是呢 也是多了三颗兵 对 对吧 但是呢 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子力的位置 子力的效率 完全都不一样 假如说 我们假如一下 假如说现在这马在前面 假如说在这 对对对 这双方就有点抗衡 对 这样呢 我们就说黑旗可下 所以我们亲民朋友 在弃子的时候呢 虽然很精彩啊 很过瘾 对 但是还是要慎之再慎的 对对 要不然的话 这个子丢了 你想再找回来 不会那么轻松的 对对 不过这个局面下 黑旗的弃子也是没办法 刚开始的弃子也是没办法 因为它那个 左路那个七路线 实在是被掉出 压力太大了 对 然后接下来看实战 红旗 黑旗走的是马斯静武 接下来黑旗走的是马斯静武 来 红旗跳马了吧 我们马一进二 红旗就顺势的马子往上推进 对 红旗也是快速 这是七 红旗走的是马三进二 马三进二 他用了这个马 他马一进二 他可能会压住你 对 是吧 对 他用了这个马 这样黑旗 马六进七了吧 黑旗走了马六进七 蒋大师 是不是这里面 也没有什么特好的办法了 是啊 如果七足的话 嗯 七足的话 他有可能也不吃你 也马二进三跳进去 就升往里跳了 现在这个旗 其实多子方要争取的是速度 多子方争取的是速度 要争取把这个旗杀进去 对 如果要杀不进去 等黑旗慢慢慢慢调好了 慢慢慢慢你再等人家的族 万一在连上 对 那你可能 就来不及 然后接着 红方 马二进三 所以巡川当然是知道 这速度很关键 对 拼命的往里村 快速的往里村 这样黑旗换了 黑旗换了 黑旗是寻求简化 黑旗是想简化 对 但是简化以后呢 红旗飞了 这个七路线 明显的这七路线的压力 会有很大 对 这样 这样他是不是要 巨三平七走一个 巨三平七行吗 是 巨三平七的话 比实战效果可能要好一些 这首 红方可能也是马三金四 主要是这马三金四 太厉害了 这马三金四这脚 是战术手段里面 从背面进的 一个特别好的 对 因为它有着左居的配合 对 所以你们看 亲密朋友们看 当初许云川这个 巨四平八 对 许老师这巨四平八走的 还是比较先见之明的 是 也是他在当时 可能这个交换之后 做的一个特别明确的 一个判断 就是这边 是 我最后能突进去 是 是 这个事项的问题 有问题 这样他回去呢 哎呦 这样他回马 回去行不行 从实战效果来看 这样比后来顽强一些 至少我暂时 不会被你突破 反正你再走 我就再回去 对 再走再回去 对吧 然后反正你的炮 还有问题 对 但是你说这样 红旗是马二三进四好 还是马三退五好呢 应该马三进四更好 因为毕竟把你马逼回去了 但是你没吃到足啊 那我可以马四推二 马二推四 就是马上握上槽的 能马四推二是吧 马四推二 甚至还有马 马二进一 对 马二进一 然后握槽的 还是奔着杀去 因为这个足好像还不成气候 对 足还不成气候 所以这个旗 金锋要注意 多子方一定要快速 是 快速占领有利地形 但是黑旗呢 实战里面呢 没有去 对 走得还更不顽强一些 他可能是他这时候也已经 也放弃了 自己也有点放弃抵抗了 心态是放弃抵抗了 马五进三 这样红旗这叫马三进四 是 正好居马靠连弓 对 事不可挡了 主要是左右开化了 是 左边的底线和右边的底线 都出问题了 对 这样黑旗 四五进六 只能四五进六了 否则你打将就跳死了 对 这样打了 打了 这是 G八进八 G八进八 他退市 G八平六 G八平六 降五进一 G六平四 绝杀了 这样这个棋就绝杀了 是这样 对 蒋大师给 给亲民朋友们评价评价这个 总结一下吧 其实这半棋的关键时候 还就是说 在刚开始的那个布局阶段 炮八进六 然后炮八推四的时候 我们反过来看看 是 我们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最精彩的地方 对 这个时候双方的斗智斗勇 其实决定了最后棋的走向 当时可能也就是万特大 就是万特大这个错误犯的 过于乐观 对 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 这个阵型的弱点 对 有的时候 棋手是这样 实战里面有时候过于乐观 还有的时候过于悲观导致输棋 对 是 像许特大呢 他是一个酒精沙场的高手 他对双方这个时候该怎么去把握心态 是非常那个高明 所以经验之谈就是在这 是 他在跟每个对手较量的时候 他跟对手采用不同的策略 他是用得非常好的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回顾一下 当时是这个时候 二七八进四长起来了 对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看看这居四进一的变化 居四进一 这也是今年新走出来的吗 对 这个棋局 就是对付 徐云川这个招法走出来的 是吗 对 这个 当时 就是说 四四进五 在卸进下的那盘棋当中 是新招 第一个人走出来 其他的都走泡八瓶酒 其他都走泡八瓶酒 是个改进 对 四四进五是改进 十四进五 马上就出现了泡八进六 十四进五 接下来的手段就是泡八进六 当时第一盘 陈富杰对卸进走的 就是居四进一 这样他泡二平四的 当时下的就是这样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泡二平四之后的变化结果 是差不多 是吧 当时是下河了 就是就摆下来的 就换一个大交换就河了 对 那黑鸡 这里面还有没有 其他的下法了吗 红旗 红旗 就是红旗这时候的新招 是吧 也没有什么了 这个不见得 不见得呀 像现在看可能不见得 蒋大师对这期还有研究啊 还有藏着将来要使的招法 这个我们从许特大的心态来看嘛 他既然敢走这个棋 并且我们知道 这半棋双方是 都非常想获得胜利 包括广东对上海对 所以 许大师走这个棋 肯定是有 他认为可以 还有纠缠的变化 他才肯走 那你能看得出来 许仙这个纠缠的变化在哪里吗 这个是暂时看不出来 只能通过实战结果 所以要下出来了 就能看出来 指不定哪天 许老师再下一盘的时候 我们就揭秘谜底了 是是是 走了之后呢 他退回去 退回去 这个时候呢 他又对泡二平五 对 从后来看 我就说这个泡在这儿 和在那个泡花的那个位置 虽然多往上提了两步 但是他效率至少有多 到底有多高 应该说是差不多 放在这个位置 跟放在这个位置差不多 是吧 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好 其实就是多了一个 对泡的时候能打过来 但是这个好不好 又是问题了 对对对 可能就是为了刚才你说的 这个对泡的时候好一点 对 我就是觉得呢 要是我白走了一步吧 我肯定不甘心 对 我肯定是想 既然你不变 我都白走了一步 我干嘛还还原呀 是是是 对吧 我还原了 我这步便宜不就白占了吗 对对对对 我估计万老师 就是这么想的 对也是这么想的 是吧 所以谁都有一点 那个稍微占点便宜 就不甘心再拱手送回去 是是是 所以他选择了这个泡泡屁舞 对对吗 但是事后呢 他还是就是对这边的一个空虚 估计不足 估计不足 是是 这样他吃了 当然我们许特大面对着新的局面之后 他对阵性的理解真的是非常深 像这个局面下 在接下来 他哪怕你哪边有一点漏洞 他就感觉得出来 对对 这下G4平8就典型体现出 他大局观非常强的一种 对这就是我们高手的一个风范 对啊 我们跟亲密朋友们老说大局观 大局观 就是一个大方向 这个就是大局观 对 对大方向的问题 大方向只要你对了吧 小的细节稍微稍微差一点 你还能再进步的跨 是是是 如果你大局观错了 方向全都错了 那整盘棋就板不回来了 对 所以比如说跟那个高手下棋的时候 跟高手对局的时候 其实呢有些细节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在私底下慢慢的那个研究 但是高手的这个大局观 这个概念啊 这个得慢慢培养 慢慢培养 高手也是经历过大量的实战 然后获得的这个感觉 对 还得你主要是对其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认识 对对 像徐云川这么顶级的高手嘛 肯定是对这种不会放弃 一点都不会错了 对 他的大局观是非常强的 像接下来刚才说万特达马尔静斯走 对 我们刚才说的是回过头来说 回过头来说 可能马尔进三更好一点 这时候他有可能也会走这个 对 实际上他也会走 是 主要是这招棋吧 太厉害了 这样你吃了的话 我们摆一下 他也可能打了 你打了 他飞向 这样倘若你跳马的话 正常也是跳马 否则我也是要得子 接上马气退伍也是得子 他可能是 我打等一下 他可能是觉得这个炮打过来吧 对中路的牵制 能解决气路线的压力 但是后期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马气退伍 对他确实应该没有看到这个手的 我觉得他可能是漏掉了马气退伍 要不然他可能是觉得我牵着你的相 那边可能能解决 然后这边还能吃过来 对对对 还是漏算了 对对 这样他马气进八跳 那他有可能是六斤五 然后你再躲 我就鲲八斤这里 吃几个足 这样红气也是刚好 红气是刚好 但是不至于丢子 不至于马上丢子 对吧 所以往这儿跳还是好一点 应该说马二斤四就是败招了 对马二斤四之后出现的两个弱点 就不太好解决了 对对对 你的鲲不能平了 是 当然我们这种对于阵型的理解 这个亲密朋友们也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马上就长 水平就长起来的 必须得通过一朝一夕的训练 然后多看一些高手的对局 顶尖高手的对局 然后也多收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我们会把好多棋手的理念 和棋手比较新式的布局 还有比较好的战术手段 来带给大家 当然许特大最后也凭借着这盘棋的胜利 为最后广东队战胜上海队 这轮战胜上海队立下了汉马功劳 好 提名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 好 感谢两位象棋大师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评说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又要和您说再见了 细说楚河汉界 品味人间万象 各位喜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ann